今早的AT个股推介 第一次是中国银行3988 选选原因是公司将为今月30日 即星期四公布去年的全年业绩 预料复偿及找经济措施等 能够带动贷款需求回升 抵消正式差收集对正利息收入的影响 另一方面 中国银行同时持有中银香港及中银航空租赁 能享受跨境理财及航空需求的复数 如果计估值收服空间 中国银行保守估计有大约三成 综合由去年12月到截稿前 巴奖券商级与中行最新的目标价平均是3.43 较中行上星期收市价3.01元 高出大约14% 投资者不妨抠两个9.5元才买日第一注 短期目标看3.5元 跌穿两个7元走息而止前 第二个推介港股是白威亚泰 在内地经济重启下 餐饮行业将会成为今年中国市场的亮点 推动公司盈利能力改善 自至去年年底全年为止 白威的顺利跌3.9% 去到911千万 收入按年跌4%左右 瑞银说到虽然去年第四季收入 基本符合预期 但EBITDA利润率按年跌8.1% 按年下跌8.1%至17% 低过市场同它们的预期 主要是由于产品组合降级 均价按年跌3% 加上原材料成本压力 和应运供杆化 不过2023年的情况应该有所改善 瑞银预计在中国的盈利能力恢复 和韩国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之下 白威亚太今年的EBITDA增长30% 由19%的收入增长推动 在中国市场方面 顺预料白威亚太今年的均价 将会有低双位数增长 主要是由于产品组合升级推动 在餐饮渠道的人潮和客流可望 回复27%之下 公司的高端和超高端等种类产品 销量将会有高双位数增长 本来曾说到包括南威等的超高端产品组合 在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取得强劲的销售增长 公司将会将其他城市覆盖率 由2022年的51个 扩大到2023年的60个 综合行驳的预测 劝商对白威亚太最新的平均目标价 看28.47% 较上星期五收市23.8% 高出19% 建议投资者在23元乃入 目标价看26元 一穿22.4就适宜止蟀 优优优独播剧影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